从6年前2016年南海危机来看 美国发起26国环太军演 注定会是一场失败的作秀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最近美国发起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军演 有5个南海周边国家参演 再将矛头剑指中国 6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南海危机 已经给出了结论 6年前也就是2016年南海危机爆发了 菲律宾在美国指使下 试图否定中国对南海的主权 而美国也借此对中国进行了军事威慑 精锐进出 我国却毫不示弱 美方见此只能幸幸撤走军舰 南海危机就此结束了 但事情还没有完 虽然那一次行动奠定了 我国对南海主权掌控的基础 但南海问题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中美博弈的一个焦点 美国还是三天两头 就喜欢在南海附近来搞事情 就比如前不久 美国又借南海问题 举办了2022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规模远超去年 号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演习 此次环太平洋军演共有26个国家参加 其中有5个南海周边国家也参加了 在美国甚至还将此次演习与中国南海挂钩 声称军演的目的是缓解南海紧张局势 明里暗里却将矛头再次指向中国 美国作为一个南海外语国家 却频频借南海议题搞小动作 其居心显然不轨 美国作为环太军演的操盘手 将其他国家作为其手底下的棋子 随意进行操控 一切行动只为达到美国自身利益 军演的指挥官一般由美国日本来担任 这样其他国家也相当于被架空了 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那这些参演的南海周边国家 是否就代表他们占美国的队呢 其实不然 他们更希望的是通过军演 见识到其他国家的先进武器 了解他国的军事力量 同时呢 这些国家与我国关系并不差 比如说印尼潜艇失事 还是我国除面帮的忙 另外我们与这些国家就南海问题 还达成了一些协议 所以啊 即使美国想拉他们战队 他们也不会轻易战队 主要的参演目的呢 还是以学习观摩为主 因此说 与其说是美国人口中的世界最大海军演习 倒不如说是美国精心包装的一次作秀表演 而且从六年前南海危机来看 这场表演也同样注定会是一场失败的作秀 纵观2016年的南海危机啊 是美国酝酿了很久针对中国的一次军事威胁 而且拿南海仲裁案大作文章打着道义的旗号 但我国在南海问题上是很有魄力的 中国将自己的底线亮了出来 告诉美国人啊 只要胆敢碰我们底线就不惜开战 美国始料不及啊 他本想迫使中国签一些不平等条约来解决此事 却没想到我们中国毫不退让 海军空军齐聚南海 火箭军的导弹车也瞄准了美军航母 最终美军航母指的是连夜顿逃 美国当年在南海的撤退啊 也造就了其在南海的三大失败 哪三大失败呢 首先是将为了压制中国而拉扯出来的 所谓号称正义的大旗被撕毁了 第二呢是失去了盟友的信任 比如说菲律宾从最开始的反华代表 转变成为中立立场 最后则是美国失去了对南海的军事控制能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对南海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 正如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 中国不惧怕打仗 中国不惹事 不怕事 同时也能扛事 一旦事来了 中国将会用自己的方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啊 美国一方面利用乌克兰来拖住俄罗斯 一方面将矛头对准中国 而这一次呢 又率领20多个国家集体量肌肉 利用南海议题举行军演 虽然美国是想展示其在全球强大的影响力 但事实上 美国在全球四处点火 挑起斗争 只会让自己的朋友圈越来越小 好 各位网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